網絡騙案的手法層出不窮 不過無論如何都想不到 竟然可以嚴重到這個地步 今天想和大家討論一下最新的詐騙案件 開始之前想提一提智雲有禮 今期為大家誠意推介的是大自然素食的 貓山王榴槤冰皮月餅 我所有試過這款月餅的朋友都讚好不絕 特別是喜歡吃榴槤的朋友 榴槤的味道是濃而不利 入口融化是冰皮的最佳拍檔 原價每盒是268元 現在早了優惠價198元 還會送你一張大自然素食現金券50元 圍翻即是每盒月餅是148元 如果你不喜歡吃榴槤的話 可以選擇大自然素食自家製的毛蛋五人月餅 每盒原價198元 現在只賣168元 同樣會送你大自然素食現金券50元一張 圍翻即是每盒月餅118元 的確是物招所值 包你成果翻尋味 有興趣買的朋友就要快點行動 因為這些優惠 都要在8月26日之前購買才能得到 購買的詳情和地點已經列在以下 Description的欄目中 這次要講的騙案其實也不是騙案那麼簡單 簡直是老人勒索案 近日台灣傳出了很多 有人去了柬埔寨和緬甸 或者其他東南亞國家打工 然後被人籌禁 據悉其中一個位於緬甸東南部 克倫坡 叫做KK園區的地方 就是這個詐騙集團 販賣人口的大本營 人質被人運到KK園區之後 除了他們要幫忙做一些詐騙 其他人的工作之外 園區裡面還有些是販賣人體器官的渠道 台灣的刑事警察局說 目前至少有4000個台灣人 仍然被困於柬埔寨和緬甸 大部分人和外界失去了聯絡 而當局只接獲120宗的求助個案 台灣刑事局和台國政府 之前做了聯合行動 救了多名被人蛇集團 所謂賣豬仔去到柬埔寨和緬甸的台灣人 不過到現在為止 只有9個人安全回到台灣 有獲救的台灣人說 當初是因為受到高薪利誘而去外國求職 招聘那邊說 我們的錢很容易賺 一個月可以獲得差不多五六萬的新台幣 主要的工作是幫我們進入電腦 很簡單 但實際上他們做完事後 從來沒有獲取過薪酬 這次事件之所以能夠被打破 是因為台灣刑事局 星期日收到泰國政府通報說 在曼谷機場攔截12個 由柬埔寨入境的台灣人 懷疑涉及人口販賣 其中9個人已經回到台灣了 經桃園地檢處調查後 證實其中一個姓何的男人 是人蛇集團的成員 目前以涉嫌人口販運等罪名 將他逮捕及法院要求擠壓 另外三個人 當局說他們現在都沒有台灣的意願 更加有人表明說 我要回到柬埔寨 泰國警方認為這三個人 有可能是人蛇集團的疑犯 已經被當局扣押調查 這個集團所做的事 跟賣豬仔沒甚麼分別 賣豬仔這種交易 在19世紀中後期到20世紀初 是最蓬勃的 原本是由中國去到外地的苦力 所謂我們俗語叫的 菇利的買賣 是一種奴隸的貿易 工人被人叫做華工 俗稱叫做豬仔 主要種類有三種 去美國或加拿大的 叫做赦丹苦力 去拉丁美洲的 叫做契約華工 去到南洋的就是豬仔華工 這種豬仔的招攬 是來自五湖四海 以窮鄉僻讓居多 聚為幾個貿易發達城市來做交易 當年賣豬仔的檔口集中在哪裏 包括澳門、香港、廣州、山頭、廈門、新加坡都有 今天台灣的這些個案 詐騙廣告的開端幾乎都是千篇一律的 就是告訴受害人 每個月可以獲得 薪酬很高 可以高到新台幣20至30萬 即是港幣可以高到五萬二千元 到七萬七千八百多元 很高人工 用這個來做吸引招來 之前受騙過有幸能夠 生歐歐可以回來的年輕人港 大家都有同樣的想法 就是希望輕鬆地做幾年夜 便可以退休了 可能因為台灣的薪水很低 令年輕人覺得怎樣做都沒有未來 所以較為容易被這些詐騙集團打動 不過其實只要上升一層 他們應該知道這是沒有可能發生的事 柬埔寨比台灣更加落後 當地人工普遍只有兩百至三百元美金 即是新台幣六千至九千元左右 薪酬比較好的幹部 也只有四百至五百元美金 即是新台幣的一萬二千到一萬五千元左右 被人騙了去柬埔寨工作後就慘了 真的好像生活在地獄一樣 有些人被人割了舌頭 女性被人強暴 逼他賣淫 甚至生歐歐地在你身體上 拿你的器官來作販賣用途 很多非人的待遇 還有人七天是慘租轉賣 四次都有 不要以為這些個案不會在香港發生 根據星島集團的報道 他們最近收到一個香港人求助 當事人發名曾先生 他自己患有輕度智障 今年28歲 大約三年前透過Instagram認識一名女子 成為情侶 他在對方的甜言物語下 今年的七月中被人騙了去泰國 說可以見到他的情人 曾先生說對方是願意支付他的機票 還會負責他在當地的衣食住行 所以他只帶了一本護照 電話和充電器就出發了 衣服也沒有帶多一件 但曾先生去到曼谷後 見不到情人不僅 自己的手機和護照被人沒收 之後被人帶到一些不知名的地方 期間又要坐車又要坐船 部份路還要暴行 後來他才了解到自己身處在緬甸的境內 當曾先生發覺有些不妥 有QK想走的時候 就被這班不法集團的成員阻止和禁錮 還要求曾先生 要幫他們做些詐騙其他人的工作 如果不服從的話就打你 曾先生說曾經目擊有人被打到一頭血 而他幾乎每天都要被虐打 包括有六至七個人去圍偶你 亦有人用電擊棒來攻擊你 令他全身留下了很長的傷痕 曾先生又形容被禁錮時候的生存環境差得不得了 他說不是經常有飯吃 亦有人曾經被鐵鏈鎖住 連大小異邊都不能夠正正經經去 就要就地解決 附近又有一些身穿疑似軍服拿著槍的人把手 防止有人逃走 曾先生在當地被禁錮超過一個月 期間四次被轉移到不同的地點 他真的撿回一身彩 慶幸自己沒有被人強行 拿走他身體上的器官去黑市市場出拾 而最終為何他可以回來走得掉呢 就是家人幫他給贖金 匪徒將他送回泰國邊境 再由在泰國居住親戚接返曼谷 現在是領保遺室的護照 昨天已經是安全鎖飛機回到香港 警方也確認到 在7月14日接獲了一名65歲的男子報案 說他28歲的兒子早前獨自去過泰國 就是這樣 沒說名 懷疑兒子受騙 所以報案要求警方協助 案件在同日交給西區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 要根治這個情況 或者要營救被騙被困的人 都一定要得到緬甸政府的合作 在這方面 香港應該比台灣較為優勝 因為柬埔寨和北京的關係相當良好 而台灣被歸類為敵對陣營 是禁止官方往來 不過都是那一句 大家一定要小心 網絡世界雖然有它的好處 但陷阱四位都是 所以無必要提高警惕 我又有好東西介紹給大家了 時間真的覺得很快 省一下眼睛 很快中秋節又來到 中秋節當然是不能夠少得月餅這種食物 說個秘密給大家知道 除了當飯後甜品 又或者是下午茶的美點之外 月餅都可以當早餐吃 尤其是今時今日出產的月餅 體積都會比傳統的月餅小 講求的健康程度也較高 大家都可以吃得安心一些 我有兩個好好的推介給大家 就是大自然素食出產的兩款月餅 第一款是最適合喜歡吃榴槤的人去享用的 大自然素食的奶素榴槤冰皮月餅 他們採用的都是馬來西亞最優質的 貓山黃榴槤做餡料 貓山是馬來西亞話 Museum陰液過來的 意思是什麼 貓山其實就是果子力的意思 馬來西亞人會將熟透和自然在樹上 跌下來又未裂開的榴槤 拿到果子力面前 讓果子來聞一下香味 來鑑別優劣 如果果子力聞完之後很興奮 就代表這個榴槤是極品的貓山黃榴槤 大自然素食的奶素榴槤冰皮月餅 一盒是有六個 每盒原價是268元 現在只是賣198元 即是每個都只是33元 比起茶餐廳吃的早餐更便宜 而更重要的是 大自然素食的榴槤冰皮月餅 真是好吃到媽媽都不認得 一口咬下去就好像帶你進入鮮的一樣 入口融化 淡淡榴槤清香令你樂而忘返 每一盒原價268元 現在只是賣198元 的確是物超所值的 有一個調查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根據馬來西亞國民大學藥學系的研究 榴槤是含有甲 能夠使血管放鬆 提高心率 還可以控制發炎式酵素 可以減低心血管疾病風險 同時因為更多氧氣被傳輸到腦裡 可以提升人體的認知能力和記憶 降低失智症的病發率 可以吃得開心又可以吃得健康 要買真是要快 如果你從來沒有試過吃榴槤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由這一盒大自然素食的榴槤冰皮月餅開始 不過話說回來 不是人人都適合吃榴槤的 如果你有糖尿病和心臟病 最好先問問醫生 但不要緊 我有另外一款大自然素食的出品 可以推介給大家 這個就是大自然素食自家製的 全素毛蛋五人月餅 這一款月餅是我吃過最健康 最好吃的素食月餅 五人是一種餡料 用花生人、芝麻人、核桃人、杏仁、瓜子人 五種材料炒熟之後去皮壓成碎丁 是含有豐富的堅果、扎實、酥脆 雖然沒有蛋的成份 但吃下去一點都不覺得清寡 大家可以吃得更加安心 雞蛋的膽固醇問題都可以放在一邊 大自然素食自家製的 無蛋五人月餅 一盒是有六個月餅 每盒原價是198元 現在只是賣168元 的確是物超所值 包你吃過翻尋未? 要買真的要快 由即日起去到8月26日之前 你購買月餅券的話 隨券是會贈送大自然50元 糖食現金券一張 受完即止 快點去到大自然素食 位於銅鑼灣、黃金廣場 太子始創中心 尖沙咀美麗華商場 荃灣廣場 馬鞍山新港城 六間分店 和和之家素食士多 購買月餅券 記住 隨券是會贈送大自然50元 糖食現金券一張 不要忘記拿 受完即止 立即行動 好 好 好